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 因为你给我们机会来学习你的真理 天父我们是要你的帮忙 是要你的圣灵 是要你的怜悯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奉耶稣名 阿们 今天我们要写是关于神的话 就是第13克 第13克 第13克 这就是76面 76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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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76面 这里跟我们讲 我们讲学习上帝的话 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明白祂的话 要明白祂的话 这里有三个经文 请主弟兄打开圣经 这个是在76面 第一是在很出名的这个经文 是四篇 119篇 哦 119篇 这个是最长的一张圣经 啊 在105节 105 119105 请主弟兄念一下 这是客举的光 你的画 你的画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上帝的话是像什么 像我们脚的灯 路上 路的路 这个路是什么 是我们生活的光 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话 我们会在黑暗里面 生活 这个是很重要 119105 然后第二段的就是 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二节 第二章二节彼得前书 主就要爱慕那曾经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儿 婴儿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见长 一致得救 好 这里是刚才 上帝的话是像什么 像光 现在上帝的话是像什么 灵粮 像那个小孩子 需要的那个 就是母奶 这个母奶 这个母奶 是对我们很好 因为能够给我们的那个 灵性啊 能够长 能够长大 好吗 然后我们能够通过上帝的话 我们能够得救 一致得前书 二章二节 再 再 回下去 这是这个 诗篇 119 但是 这个是 十一节啊 我们要唱 上帝的话 在我们的什么 心里啊 让我们不会 跌坠他 我们不会万罪 请打开 119 十一节啊 十一节 一一九 十一节 嗯 嗯 诶 诶 这个是第十节 还是第十一节 四一节 诶 诶 十 十 十节 嗯 诶 十节 嗯 我们一心去求了你 求你不要叫我骗你你的命令 好 这个是打错 第十节是说 我们要放他的 上帝的话 这里上帝的话是 换成他的承诺 如果你看 诗篇119 诗篇149篇 这个上帝的话 很多那个 名称 说是上帝的道 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承诺 上帝的话 等等 不会少过 十个名称 在这个119 每届在这个4篇 149篇 就是有说上帝的话 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每个 单单1 122节 你看 诗篇 119篇 122节 哪边才 没有讲到 那个 上帝的话的名 请你读 119122 请你读 119 119 119 1122 122 149 第122节 请你读一下 这是哪边没有说 关你上帝的话的名 是不是? 如果你看诗篇 一百十九篇 每个 刚才的 诗篇一百,每节 有跟我们讲关于 上帝的话的名 你去看 第一节 你先读这个第一节 一定有上帝的话的名 第一节 诗篇一百十九篇 第一节 第一节 每个 每节就是有 上帝的话的名称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 一百二十二节就是没有 单单有一节 第一节 你经历读 行为完全 规行一和华律法的 这人 便为有福 在这里上帝的话的名称是什么呢? 诗篇修 你看 什么? 立法 好吗? 然后你可以看第二节 第二节是他的名称是什么 你可以抄起来 什么? 法度 求他的 让我有福 好 第三节呢 他的名称是什么呢? 第一节是立法 这人 不错非议的是 但追行他的道 好 他的道是不是? 他的名称就是改道他的道 是不是? 因为上帝的话 在诗篇一百 我开 我开我的这个 ok 第三节就是说 尊行他的道 好吗? 第二节他的名称是什么? 法度 第一节是立法 第三节 现在第四节呢 你看什么 他的名称呢? 上帝的话呢? 这里 好 另外一个名称呢? 是什么呢? 你的 顺取 和 这里啊 吩咐我们 现在你看 第五节 他的名称就是改道 另外的名 第五节 要用我们形式坚定 坚定 就是这里 你的 历历 不一样的名 第六节 你看啊 每个经文 就是有说 上帝的话 但是他的名 就是不一样的 这里是说 上帝的命令 他的法式命令 第六节 你看 第六节 请你念第六节 我 看 看 你的一切 命令 第六节 第六节啊 张弟兄 第六节 主弟兄 第六节 我看入你的一切 命令 就不至于修复 好 这里是说命令 是不是? 每个经文 它的名称是不一样的 每个经文 对不起 我这个手机 没有电脑 我开这里 我开这里 电脑一下 哈 好 这里 诗篇 一百四九篇 请你记下来 哈 你看有 有几节呢 最长的经文 一百七十六节 是不是 一百七十六 好 抄下来哈 一百七十六节 为什么一百七十六节呢 这个是在这个 斯波莱文 有这个 二十二个字 有几个字 二十二个 每个字 像我们的ABC ABC是二十四 是不是 ABC 这个是斯波莱文 它的ABC 就是有二十二 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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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字 有说 这就是ABC 但是我看这些 是说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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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些 对 我们来讲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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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用每个字有四个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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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二十二 四成二十二 多少 一百七十六 多少呢 一百 七十六 就是用这样来写 我可以 等下能够记给你看 四篇一百十九篇 刚才我们读的就是105 跟这个第四节 这个很重要 这个跟我们讲 每个每节就是有所很重要的 刚才你念的 单单有一节没有提出上帝的话的名 在哪里呢 一百二十二节 再念一下 四篇 看 119 第 122 你看一下 你提起来 提起来 122 122 那个是在这个122 没有说上帝的话的名称 122 读一下 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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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一节 没有说上帝的话的名 其他的 就是有说上帝的话的名 也有说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力话 这个122节没有 现在最后啊 你看最后一节是176 为什么176 146 因为啊 有22个这个ABC 乘8 就是146 请你读最后一节 176节 这里上帝的话是 叫什么呢 命令 有立法 有命令 有典章 有等等 每个 每个这个节啊 在这个诗篇 149 就是有上帝的话的名称 但是 122节没有 现在你知道吗 为什么146 在这里 因为 斯伯来文 以色列人的ABC 有 22 22 啊 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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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单单有一节啊 没有提出来上帝的话的名称 就是呢 122 122 122 好 容易记得的 OK 现在我们再看 在这个世界上 你知道吗 我们能够 靠的啊 因为不改变的啊 就是单单这个上帝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世界改变 我们也改变了 我们呢 会变更加老 有一天 但是如果你看啊 这个经文 就是在这个 马可福音 13章 31节 马可 马可 13章 31节 天地 天地 要回去 我的话 错不能回去 是 这个 这个 马可福音啊 在这个 13章啊 31节啊 这个是跟我们讲什么 天地 天地 现在我们住的天的地啊 为什么啊 一定会过去的 但是上帝的话 永永远远啊 不会 废弃的 不会过去的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可靠的 那 然后啊 如果再看啊 上帝的话是什么 是永恒的 这个是在彼得前书 第一章二十五节 请诸弟兄念一下 彼得前书 一章二十五节 好 上帝的道啊 上帝的话啊 圣经啊 就是永恒的 永恒的啊 永远不会改变 知道啊 因为这样的原因啊 我们看了很多经文啊 我们信耶稣的人啊 我们不可以啊 没有写圣经 没有写上帝的话 如果我们啊 不要写上帝的话 为什么呢 我们的灵性啊 不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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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会长大 我们看小孩子如果不长大 他不能做工啊 他不会为那个他的父母亲做工 如果我们信耶稣 如果我们每天读上帝的话 我们每天读上帝的话 我们的灵性会长大 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什么呢 为上帝做他的工作 知道吗 这个是他的原因哦 像我们吃饭啊 每天要吃是不是 早餐 中餐 晚餐 等等哦 如果你看这里啊 上帝的话 我们要每天啊 早晨 晚上写的 然后你看啊 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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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 门徒叫提摩泰 他还没有 回天家的时候啊 被这个 罗马 国王杀 他死 他交代他的土地啊 他的 门徒是叫提摩泰 请你打开 最后的 提摩泰 书就是 提摩泰后书啊 二章四五节 二章四五节 你当爷爷在神面前得蒙及我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语的道 好 这里是很很很体骗的话哦 上帝的话 我们要什么 提摩泰要什么 要很 很那个 这个 那个分上帝的话 分 这个分的 这个分的 这个分的鸡啊 是是像那个 一个 那个医生啊 骨科医生啊 他开刀啊 有人家断他的骨头的时候 他开刀 他放这个骨头啊 断掉的啊 断掉的啊 放好 然后他在什么 在这个医这个 我们断掉的那个骨头啊 这个是在演文是说 Orthopedic Orthopedic 这个是 顾科的医生啊 开刀啊 就是我们要 能够 什么 分上帝的话 OK 然后现在我们要看 我们 有用什么方法 来写上帝的话呢 用什么方法 那我们要 有 时间 最少啊 有 十五分钟 到半个钟头 每天啊 读圣经 读圣经 然后我们有一个 手册啊 在这个我们教会 出版的哈 他的这个 英文是叫 RPG Read Pray and Grow Read就是 读经 第一啊 读经 第二 祷告 如果我们读经 祷告 上帝给我们什么呢 张大 张大 张大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 宿灵的生活 能够更加 有力量 好吗 这个是叫这个 啊 啊 看 读经 新读 那 没读经 读经 没读经 读经 读经 第二啊,我们要背 我们要什么?背 背哦 主弟兄,还记得吗? 我已经寄给你那个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得父 那个要背下来好吗? 有哦 我们在天上得父 愿人独尊你的名为圣 要背哦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那个要背哦 很多经文我们要背 像这个 因为 耶汉福音三章十六节 因为神很爱世人 圣迹将祂的独身指示给我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必灭亡 凡得永生 很多经文我们要背的 像刚才的,诗篇119105 也是要背的 119第十节 也是要背 很多经文我们要背的 像现在啊 你看啊 在这个 77面 跟 16面 这里有记载 12个经文我们要背的 主弟兄啊 你慢慢背下来这个经文啊 好不好 现在你先开始 耶汉福音1章十二节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是如果我们信耶稣 祂给我们遣病做祂的孩子 是 1章十二节 耶汉福音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赐他们全品做神的儿女 是 每个人啊 接受 主耶稣 他 这个人啊 接受主耶稣 这个上帝 天父上帝 给那个人 有什么 前病 前病怎么样 做上帝的孩子 第一的啊 这个要背啊 耶汉福音1章十二节 那第二章经节要背的是 耶汉福音 这个耶汉福音啊 有一章 三章 五章 十四章 现在三章三十六节 三章三十六节 五个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 得不到永生 神的灵动 藏在他身上 好 这个要 啊 命令我们信 主耶稣 如果信主耶稣 我们 领受永生 如果不信耶稣 就是 灭亡 啊 然后耶汉福音一章 耶汉福音三章 现在耶汉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五章二十四节 耶汉福音三章二十四节 我时时 但在 我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开我来 可得 就有永生 不知于定对 是已经出死 入生了 好 这个是很重要 每个人听主耶稣的话 相信 啊 天父上帝 才派主耶稣 那个人是 领受 这个永生 不会受上帝的惩罚 他已经搬 从这个死亡 搬到这个 上帝的 永恒的 这个 生活 一章 三章 五章 现在是耶汉十四章 这个第六节 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记得我 没有人 能到 父那里去 好 这个耶稣啊 在耶汉福音有七说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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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 我就是 啊 什么 零两六章三十五节 啊 然后 如果我们看这里啊 十四章第六节 就是说 我就是 道路 和 真理 和 生命 没有人会到 天父上帝那里 如果没有通过 主耶稣 OK 这个是有 耶汉福音 第一章 第三章 第五章 第四四章 然后要配的啊 OK 现在 我们看 在《使徒行传》 第四章十二节 我们已经念过这个经文啊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 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 可以 靠着 得救 好 在这个天下 单单有 主耶稣的 名啊 能够拯救我们啊 没有另外的名 能够拯救我们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在这个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 然后现在 《罗马书》啊 《罗马书信》啊 这个也是有四个经文 三章二十节 三章二十三节 五章十二节 六章二十三节 从这个三章二十节开始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 所以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 应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行 因为律法本事叫人之罪 好 我们 三章二十节 因为立法本是教人如罪 然后现在你看立法不会拯救我们 能够拯救我们就是主耶稣的福音 三章二十三节 三二三二三 因为世人都犯罪亏除了神的荣耀 我们每个人就是犯罪 亏欠神的荣耀 然后五章十二节 现在要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也是死就罪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那个罗马五章 教导我们什么 就是所代表的神邪 什么代表 那我们的代表 犯罪 全部人犯罪 我们代表是亚当 他犯罪 全部他的后裔犯罪 然后我们代表 为我们的罪 死在世界上 耶稣我们信他 我们得救 这个是叫代表的神邪 知道吗 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 五章 就是什么 代表的神邪 OK 代表的神邪 像 主弟兄 中国的那个 以貌球的代表 他们出去打球 他代表中国 然后印尼的也是 印尼的以貌球的队 代表印尼人 我们没有出去 这个比赛 但是他们出去 他们代表我们 这里也是有两个代表 第一是谁 失败的代表 这是亚当 然后成功的代表 代表是谁 主耶稣 主耶稣 他很多名字 人家称呼他 他的名称 就是叫什么 最后的亚当 耶稣是谁 最后的亚当 在这个罗马书五章 是什么的神邪 什么功课 代表的功 功课 有我们的代表 已经为我们的 最在世价使 我们信他 我们就是得救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三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个很重要的 不是三二三 这里有六二三 记得吗 三二三跟六二 六二三 六二三 请你念一下 罗马六二三 好 这个是有两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 我们犯罪的功课就是死 相反 相反怎么样讲呢 它的相反 但是 但是 上帝的恩典 就是什么 永生 在哪里 在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是谁 他是我们的主 这个有两个道理 相反的 第二个道理是什么呢 我们犯罪的功加就是死 但是 如果我们 无论我们是罪人 但是我们 已经相信耶稣 他给我们什么 这里讲 他给我们 叫什么 恩典 免费的恩典 我们相信 我们就是有 永生在谁 在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谁 他是我们的主 罗马三章 罗马五章 罗马六章 那现在 再看 我们要背的经文 郭林多 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常常念这个经文 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过 都变无尽的人 这个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是会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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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的生活 会像什么 像谁 像耶稣 耶稣什么 他有 有永耀的身体 行造的人 有一天会得到什么 永耀的身体 知道吗 永耀的身体 这个永耀的身体 不会患醉 不会生病 不会老 永永远远 生在这个 主耶稣的身体 好吗 永耀的身体 就是像主耶稣 吸人 中呼化的身体 这个是新造的人 旧的 醉的生活 已经过去了 以后 我们有永耀的身体 我们 不会出 眼泪了 不会什么 出 眼泪 现在世界是很多眼泪的 我们 出生的时候 一个小孩子 如果他不哭 他会不会 那个 夫妻 我问你一下 一个小孩子 婴孩 如果他出生的时候 他没有 他没有哭 他会不会 那个 夫妻 不能 一定要哭 他哭的时候 他出眼泪 他才有 这个世界的 什么 神命 然后人家 如果 死掉 他这个 死的人 不会哭 但是他在家人哭 这个世界 是出满眼泪的 但是如果 我们以后 有 永耀的身体 像主耶稣一样 上帝已经 什么 擦掉 我们 一切的 眼泪 知道吗 擦掉 我们一切的 眼泪 我们有 永耀的身体 不会 不会哭 不会犯罪 不会生病 不会老 不会死 我们的年龄 是像主耶稣一样 三十三年半 这个是很重要 新造的 《科林多后书5章17节》 现在第十一节的经文 是《遗福所书2章》 这个很重要的经文 《遗福所书4章》 和《遗福所书4章》